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看了一下周深的阅读行程表 只让我觉得他现在的生活过得非常丰富 而且有价值 这张行程表中记录了周深阅读重点事件 周深作为当红歌手 却连续参加综艺 被不少的网友们盘点过 从表中我们也看出的周深综艺和演唱 几乎是各占一半的 这确实是铁定的事实 然而我却是赞同周深的选择的 有三个原因 一 周深虽然是一位歌手 但是是在当下流量时代当中 只是因为的作业音乐是很难获得人气的 参加综艺只是为了适应时代的趋势 二 周深本身就具备实力歌手的能力 但对于歌手而言 资源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 又拿什么来做音乐呢 三 参加综艺 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 其实综艺的本身是一种给人带来娱乐 从侧面表现出综艺本身的能量瓜 其实是证明周深在这方面的表现 确实是不错的 为何要提到这三个原因呢 其实这也是在看到一些娱乐圈中的现象之后发生的一些观点的 前不久 实力歌手谭文威发布过一个详细 深深自己的新歌无人关注 并且羡慕流量歌手了 谭文威不够具备音乐心吗 当然不是了 谭文威作为老牌音乐人 对音乐的态度是非常端正的 但流量时代嘛 仅仅是只有态度显然不够的 这确实是一种时代的趋势 说到人籍以外呢 资源对于歌手来说也相当重要 情歌降服周传雄曾经火了一个时代 然而如今在没有资源支撑的情况下 他也只能心酸的站在一个小舞台上进行商演 中国声音无莫愁 虽然只是取得了亚军 但实际上他那时候是得到了不少资源的 然而最近他却落魄的商演了 并且结束后呢 还引起了酒一脸的颓废 参加综艺并不代表就是综艺混子 综艺混子这个称呼呢 只是对于没有专业性的人 只依靠综艺生存的嘲讽说辞 周传有足够的专业能力 而且在综艺的节目帮助表现呢 也体现出了品行的一种正能亮瓜 这样的歌星参加综艺不仅带给人欢乐 还能够让人学到不少东西 实际上啊 周深参加了很多综艺都是和音乐有关的 而且在某些综艺节目中 他也将快乐才艺展现出来了 让人们在综艺中还能够享受到一番美满的歌声 周深11月参加的最多综艺呢 也是令人心动的offer啊 其实关于职场 很多小伙伴和周深本人都并不是很熟悉 但我们是可以从节目中学到不少东西的 这是一种共同的进步 这篇丰富多彩的行程安排不仅是丰富自身 更多的也是给粉丝及观众带来正流量 及一些知识性的价值 或许流量时代确实是一种趋势 但真正能够利用流量走好自己的路 这对于一个实力歌手而言有利无害 时代不同 我们可适应时代 只要抽签不改 努力的走好每一步 就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